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于6月13号周日下午 以线上会议方式召开了第43届第44理事会 由会长陈博会主持 他表示联合会本学年的各项活动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都只能在线上举办 每个活动办起来都比往年的实体活动 要花费更多的人力和心力 但也因此更充满了创新和挑战 他非常感谢校长和理事们的全力支持与参与 陈博会也报告了 从今年三月份至今 该会所举办的学术比赛 多媒体简报比赛和成语比赛等 几个大型比赛活动的成果 另外还预告了即将举办的主旗教师营以及年会 其中教师营将以 我思故我在 让文化与爱来翻转现实与理想的距离为目标 邀请到了台湾的三位知名教师 王振忠 连玉仁和林军佩 而湾区多位名师也会前往授课 此外会中也举办了 下届正副会长的选举 这一次的选举为同俄竞选 会长候选人为现任的副会长李婷怡 搭档则为参与联合会活动多年的 现任活动组组长王振军 而两人也获得了当天所有与会李氏的全票通过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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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